我們家有一條規定就是 貓咪不能上床 但是因為其實我從我大概 十六七歲的時候 就開始養第一隻貓 就我的人生中 就幾乎都是跟貓睡在一起 因為我老公他沒有養蟲物的喜歡 所以我們結婚之後他就是 他對這個沒有特別感覺 但是有一天 因為我懷孕了 他就會特別在乎我的健康問題 有一天我就突然大過敏 莫名的就是過敏 全身長了很多疹子 可能也是因為不知道吃了什麼 所以就這樣 可是他就很 第一個直覺說 一定是你們家貓害你的 我說怎麼可能 我都跟他睡 因為你從小睡到大也沒過敏 我就說怎麼可能 他就說因為你現在過懷孕 你可能體質改變 然後就上網去查 就一直想說 而且貓咪可能會影響肚子裡的 寶寶的健康什麼什麼 他就一直說是貓的錯這樣 我就說不可能不可能 他就說那不然 我們可不可以讓貓不要上床 因為貓其實真的一跑 那個毛亂飛什麼的 很容易會引起一些呼吸道的問題 我就想說好吧 他也沒有要求我把貓送走 我就配合他好了 我就不讓貓上床 當然一開始很用心的去實行 像晚上我就不讓貓進房間 貓會一直在那邊抓 對 你知道會後來怎麼樣 因為我老公睡著 他就跟死掉一樣 他那呼打很死 你怎麼吵他也不會醒 可是我的貓就會在門口 會不會要下次他真的死掉 然後說老公怎麼睡了 你睡兩天 我就起來了 然後我的貓就會在門口大叫 你知道貓叫到那種有 好心痛 對 貓哭跟 很激烈 然後我整個晚上也不能睡 我就只好偷偷的開門 放他進來 然後我老公還會睡一睡 然後第二天起來想說 轉個頭要抱老婆 怎麼頭髮變那麼濃密 結果眼睛張開 貓在他那個枕頭上面 貓也會知道他來了 叫他最外面 他會抓死他會不熟 他會生氣 後來就是抱負直接睡在他旁邊 所以家規對貓沒有用 沒有 沒有在關